不管是说今天流行什么 或者是干嘛怎样 当然看你自己想要什么 我想要的就是适合我的 然后我希望就是我和这件衣服 还有我整体的妆容造型在一起 是相互这个可以match的 然后体现一个这种 你说优雅也好呀 然后有的时候她可能会比较glamorous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比较柔和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比较大气 有的时候可能比较就是轻松 不是觉得我喜欢这样的感觉 首先我觉得心态很重要 这是第一 你一定要每天有一个精神疗法 每照一次镜子都觉得自己年轻了 每照一次镜子都觉得自己变美了 冥想是很重要的 这是一种意念 意念会改变的 然后第二我觉得很重要的 就是真的不能泛滥 我这么多年做演员 我聊过很多就是我的同行 我的演员朋友们 他们常常会说 我累死了 我多年都没有卸妆什么的 我就睡了 或者我累死了 我这个什么什么 我脸没有出面膜或者干嘛 没有 我这么多年从没有没卸妆就睡觉过 一定皮肤打理的好好的 干干净净净的 然后做很好的保养 因为现在整个世界的这个电影市场 它发生了倾斜 那整个大的电影市场现在在中国 那你看去年的变四 二十亿的票房 那今年的这个速期 二十四亿将近 还是二十四亿多 具体的数字我不是特别清楚 已经完全震惊了好莱坞了 这两部电影都比北美的市场 票房市场要高很多 那这个世界在变 很多东西它变了 它变得倾斜到这边了 那如果大家想寻求利益 或者寻求更大的市场空间的话 那一定是必要来中国 所以我觉得至于我们去也好 或者是他们来也好 这种合作一定会在将来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去面震灯地北美的市场 就是我们去面震灯地北美的市场 我们去通过大陆米的市场 就是我们去的城市场 所以我们去面震灯地北美的市场 但是我们去面震灯地北美的市场 对面震灯地北美的市场 就去面震灯地北美的市场 你们如果是不是 listing的 所以我们去面震灯地北美的市场